因为过去条件差嘛,知道吧,生活在一起,家里面生的小孩多,你想一个人找一个老婆,没人嫁给你,只有几兄弟找一个老婆,这样不用分家,所以我们村里面每个组都是两个老公,我有两个老公,我有三个爸爸,知道吧,都是亲兄弟,这样生活在一起,负担就没有那么重,一个在家干活,另外一个在外面打工,家里面条件就会更好,负担也轻,知道吧,你们一人找一个老公,你们很吃亏的,知道吗? 因为要干活,要更加,这样就负担重了,对不对啊,我们都是三个老公,就是这样的,那,卓马,不好意思,问啊,有两个老公,两个老公他会为真理而发生争吵吗?不会呀,亲兄弟嘛,不会有这些嘛,大家都会相互尊重的生活,两个老公是亲兄弟,没有喜欢不喜欢,大家生活在一起相互尊重就可以了,小的可能没有大的那么懂事,但是大的会让的小的,小的会尊重大的, 那也很小的老公慢慢到了那个年纪,自己也会懂事的,知道吧,谁都年轻过,是不是啊,我们村有很多这样的孩子,我知道你们良心好,他们在给你们伸手的时候,你们不要给钱,也不要给吃的,你们给了一个,其他都会为你们要的,这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,知道吧,我是我们这个村里面文化最高的,我上过高中,但是我结婚结得晚,我十九岁结得晚, 我们三十岁结婚了,我们这里是嫁不出去的,爸爸老公跟我童年,小的老公比我小了五岁, 好,小的老公喜欢大老公,两个都喜欢,爸爸老公说,你喜欢 sixt peak and the old ones, 有比较,家里面就不有这种育料,有比较,家里面就不有这种育料,有对比的话,就像女傲小的育料,对嘛,那这么好意思, 那个老公哪呗,晚上别说晚上睡觉,那时候,明天晚上睡一个,这一点我比你们幸福,我们能力来睡的,不会三个人一起睡, 今天晚上跟大老公睡觉,明天晚上就跟小老婆睡,你太幸福了,谢谢, podo,